这个叫做一个文思修丧会 其实月称著作了《入中论》 他的主要的说的对象 所化经 从反复的当下一听到空性的声音 众生的痛苦的时候 眼泪夺狂而出全身汗毛之术 拥有这种征兆的人 确实是一个不同佛种性者 他是一个事实说 虽然每一个人都有佛的种性 但是他有特殊的 比如说以及佛的 将成佛的能力种子 以及苏醒的 这种人就是比较适合 对他宣说的自能甚深的法 空性的道理 那如果我们听了这个空性的意理道理的时候 那不断地去实修实戒 慢慢振得出地及其地 再来就是往修道 无学道放下而前去去实修 现在我们心经里面提到的就是 波罗波罗密多咒 四大名咒 十五三咒 十五等等咒 能出一切苦真实不虚 你看这个咒是讲了五个咒 这个五个咒的意思是什么呢 五大 波罗波罗密多咒 是一个处之两道 四大名咒 就是加行道 十五三咒 就是见道 十五等等咒 就是修道 能出一切苦真实不虚 就是佛道 无学道 接地 接地 波罗接地 波罗深接地 菩提撒婆 最后讲接地 接地的什么意思 要走 要走 要去这两道 再去加行道 再去见道 再去修道 最后一定要打到菩提撒婆 菩提是佛工 撒婆就是一定要 正得菩提的果位 那所以一模一样 这里讲的 坚持当得及其地 求彼者应为此道 那我们就是 希求解脱者也好 希求佛果者也好 必须要慢慢的去听 而思维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们学佛是怎么去学 我们盖了一所大楼的时候 先一定要把基地打好 基地坚实 坚固 打好了 这个在这个基地上盖起大楼来 那这样的话比较没有什么问题的 没有基地打好 所以我们盖起大楼来的话 这个大楼也不稳定 同样的 现在我们的学佛者或者实修者 拥有如此这样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 我不想打基地 我想要盖起大楼来 马上就一直追求说 空性是什么 大圆满是什么 大手印是什么 我的经见是什么 阿弥陀佛的国度是什么 一直谈这些的东西 那现实生活当中 自己有无能力 就没有去晚点去观察 这样的永远都是成不了大事 肯定成不了大事 那这个打地基之后 慢慢就从一层炉开始盖起来 那我们实修者呢 没有这个概念 我一直追求跳过去了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拥有的 这些的这问题都是忽略了 很难挣得很好的成果吧 原因是什么 你前提的条件就不具足 前提条件不具足的话 绝对不会产生它的结果 比如说法成在讲的 因缘不具足的情况下 就不会产生结果 因缘具足的话 产生结果是有无法打 你如何去实修实践 如何去学佛 无有颠倒的次第心 那大部分人没有这种 为什么阿底下尊者 修菩提心的前提条件 也是他提到了 知谋念而报恩 很多人就是忽略这些东西吧 没有这种的前提条件 圆满具足的情况下 你实修实践的话 也许那些产生了有傲慢 膨胀 所以欺负人家也好 看不起人家也好 你的偏见和成见是越来越差 当然是自己不知道 还是自以为是 那种的傲慢挣扎的过程当中 那个人的行为就完全扭曲了 日常生活当中把自己的生活的步调也好 身旁的人也好 对他的待人见悟 更方便我们一定要安顿好 你能做到这些的东西的话 那就是你基础打好了 这个上面才可以谈说 利他之心 帮助他人 乐于助人 还有就是实修此心 跟悲心 大悲心 安然 这些都是比较奢合的 那前面这些的基础没有的话 其实这个很大的问题 知道吗 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打地基一样的 我们开始就慢慢调伏自己情绪 改善 尽量去 让自己进步 那你真的是今生过生活当中 不论是怎么样发生任何事情 情绪不会受到任何外在的干扰 左右 动荡 煽动 完全不会受到他人怂慵的时候 这个上面修了 慈心 悲心 大悲心 平等是非常适合 那你动不动 就恼受承诺的一个人 这个基础上面 修了此心悲心是不可能的吧 对不对 你猜猜猜看 怎么去修 我们像过一发心的时候 威力众生愿成佛 对不对 威力众生愿成佛 但是你发心的时候这样说嘴巴说的 但是行动的时候如何去应对 如何去对待众生 不一样的 看有些众生的时候执重 看有些众生的时候看不起 瞧不起 启示 看有些众生的时候 还是有就是嘲笑 这种的心态 那你就威力众生愿成佛 这时候发育而已 真正的修那个慈心悲心者 远离亲疏爱症的分别 对于一切众生的平德舍 这个也有很多的道理 从道理上去推理思维的话 你慢慢就能够做得到的 比如说举例来讲 即使不欲勿视于人 还是以亲身的感受去替别人着想 我们也会讲 一定要有同理心 我们平常口头上讲 逃道不拒 那你要有什么样的心态 才也叫做同理心 你一个人的亲身的感受 去替别人着想 怎么去替别人着想 嘴巴捏的 内容就尽量 自己能力所及范围内去做 那学习就是一定要学习 原因是什么呢 将要走的路 怎么走 有什么样的邪爱的路 我们一定要尝清楚 才就是比较安心 选战大师取经的过程 他有回来翻译很多的论点 经理的论点 他所翻译的大部分都是为事有关的 尤其是我们华人世界的话 为事的想法 它的影响比较大的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一定要好好去参考一下 为事的无我的话 出现二职是既不跟有不所共同的 没有什么区别的 但是它的法无我 真正的法无我空性的话 为事所讲的所去能去一直空 这个空的空性就是叫做法无我 那为什么这样的分开呢 你想要走身为道 那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第一个 要有希求解脱之心 只有一个希求解脱心 但是达不到的 得到身为独觉 解脱果的主要的障碍是什么 烦恼 烦恼是得到解脱 主要的障碍 所以它叫做一个烦恼障 那如果我们想要得到解脱的话 一定要想尽办法断除烦恼 比如说你办了一件事情的时候 中间一些出现了问题的话 你先放下其他的事情 一定要先处理这中间的障碍 如果你没有消除中间障碍的话 你永远达不成 那我们要有烦恼战的概念 烦恼战是什么 战在中关英臣派的立场来讲 当然是我们如中论 他的立场来去解释的话 烦恼战就是所有的烦恼 及烦恼的种子 这些都是叫做一个烦恼战 烦恼战不一定是心法 烦恼种子不是心法 它是不相异性 但是它也是属于是烦恼战 原因是什么 终生得到解脱的主要的障碍 那如果你想要需求解脱 想要就是得到解脱的时候 先一定要把中间的障碍一定要清楚 那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 烦恼战也有不同的很多的种类 贪 撑 吃 慢 疑 饶无疑 饶无戒 六个们烦恼 还有二十岁烦恼 种种不同的烦恼 那你看举例来讲 贪 贪心的话 那你修包容解决贪心吗 不行 不同的心 那你成会的时候 布施有用吗 没有 持就是愚昧 那么于持就是恶我之 它是一个融合的根本 那你想要断除恶我之的话 那你修痴心悲心就可以断除恶我之吗 绝对没有这种能力嘛 一定要他的针对者 具有恰有力的能力者 就是通达我我的志才可以解决持 愚持 我持 那你看你得到解脱障碍当中也有不同的很多的种类 唯一一个方法来没办法解决所有一切的障碍 不同的方式来消除不同的障碍 那我修起就是解脱轮回 我就是不能当菩萨 如果我只能当身为独具的心者 我只为了自己就是追求解脱就可以了 我是比较知识自爱的心太强了 对不对 没有什么问题的 如果你追求解脱隆回又可以了 你不能帮助一切众生 你也不能修大悲心和菩提心的话 你只能修受恋心 还有需求解脱之心 要有通达空性知识 同时要布施持戒 忍入经济产力都要修 不然的话你解决不掉 所有不同的烦恼 身为独具行者 他能不能修布施波罗密多 绝对没有这种能力 反正就是你波罗密多 这个字加上去 身为独具没有这种能力 身为独具能不能修布施 可以 能不能修布施波罗密多 不行 能不能修大悲心 不行 他们能修此心悲心 这个此心悲心 是四五量心当中的此心悲心 他不能修菩提心 波罗密多就达到平安的意思 将得到成佛主要的一个因素的阶段 也可以加了一个波罗密多 那你看你争取的就是身为独具的阿罗汉 只是解脱国而已 那你这个休息的过程当中加了一个波罗密多 这个是后意义的 那身为独具的道次第绝对没有 不可以加了一个字 波罗密多这个字 我们就知道了 虽然没有达到就像菩萨那样的修习的程度 还是我们就像是身为独具那样的 尽自己力所能及去使用身为独具的道次第 追求解脱 可以的 重点在这地方 那如果你修了解脱道的这个过程 身为独具的道的过程 如果你不修布施的话 那就是吝啬干扰你 吝啬就不让你得到解脱了 又出现了问题 那你不修经济的话 懒惰又干扰你 不让你追求那个解脱 那你不修安忍的话 又成会干扰到你追求解脱 其实我们远离远离烦恼战的 这个间线就叫做一个解脱 解脱位 那无依无故远离犯案不可能 烦恼跟我们一年在一起的 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为止 我们个人的烦恼战真的是厉害的 无始以来到现在为止 不离不弃 陪伴着我们 如意随喜的跟着我们 那如果你善的部分 不离不弃的陪伴你 容易随喜的跟着我们的话 那该有多好 没有的 好的东西追也追不上 坏的东西永远都是陪伴着你 那所以我们就是完全习惯 就是烦恼的习惯 负面的习惯太强了 比如说举例来讲 对你好无意义的一些的话 讲出来的话 你非常注意 注意力也很强 很小心的听 二十四个小时不睡觉也无所谓的 那有一点好的事情 讲就是上法 一些的解脱过 这些的话几乎都没有人去看 以前一个人就是 做了一个论点 他上面写 我是叛逆佛者 那我问说 你为什么这个写叛逆佛者 他说这个标题是非常好的 你看你就叛逆佛者的话 这个是负面的词 很多人喜欢去看 如果你说我尊计佛的话 应该几乎没有人去看 那你看这个意味着是什么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揭露出来 你的一个过坏 其实我们跟随烦恼 跟烦恼做个朋友 如果你带来无数的安详 无数的快乐的话 那佛绝对不会告诉你说 一定要远离烦恼 原因是什么烦恼对你有帮助 时时时刻都有帮助 但是烦恼对人类也好 对众生 没有一点帮助的一个情绪存在 永远时时时地都是一个伤害你 六度万恨 道次第 为什么不同的很多的这种的出现呢 你先告诉自己 我自己内心又具备了这么多的一个不同的烦恼 那我一定要远离吝啬 有什么方式来对峙吝啬 我远离称慧 有什么方式来远离称慧 那你想想看 才有学佛的一个味道 智慧就出现了 这个地方讲到的就是破除四边 也可以破除四身也可以 彼非彼身起从他 这个里面就是破了自身跟他身 彼非彼身就是 他绝对不是依靠他而才身的 我们自己依靠自己身是不可能的 所以第一个是说破除自身 起从他 清除他就是又绝对不是依靠他身的 依于他而身的 这一句话的意思说 没有自身又没有他身 那非彼共生 非彼共生就是 依于自他恶之而身也没有了 自他就是依靠自己跟他恶之而身 结果没有了 那第四 宁无因 大家这个是更不用说 宁无因就是无因而产生者 绝对没有的 那我们就是一个一个讲 这个是不简单的 那第一个是我们要破了自身的话 自身是什么样的才叫做自身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龙素 宗教肯部汇率当中提到的 他也是在这里破除自身 大人满意 先来没 你来没 这面 我们不可能 刚才有 先为何有 也没 就是这个 宗教肯部汇率的 经说 大人满意 先来没 就是不是自身 不是他身 又不是供身 这面 就是又不是无因生者 那任何的事物 都不会有任何世生任意的 没有 绝对没有 这个意思说 生者的话 他绝对不是世生任何一种 世生任意的话 那就是有我是存在的 他的概念就是这个 你们现在还是有点 那么吧 其实不要怕了 越学越好的 付出的多 下次你如果就是身为一个人的话 那就是更聪明的 一听到就理解的一个人 不像今生的 讲了一遍遍也还是模糊的 如果你就是累积了很多的知识 不断的去听 不断的去串习 这样的话 下次更好 其实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兼职当得极其地 他的意思也有存在的 为什么他提到了兼职 一步一脚慢慢的就会了 不可能说全部都同时一起 其实自身的这种看法 谁的主张 外道 尤其是外道里面 有一种素论派 素论派的看法 他们虽然嘴巴不讲自身 但是意义上来讲 他们所主张的就是自身 他们讲什么呢 他们讲说任何的结果 他不明显的暗示的情况下 存在于因的当下 如果任何的结果都是 不明显的情况下 安住于自己因的当下 没有的话 以后结果就不会显现出来 不会出现了 素论派怎么讲的 一些我通俗的话跟大家讲 素论派说 挤牛奶 那挤牛奶的当下 这个奶制里面 有没有说有优格 没有吗 我们的看法没有 素论派说一定有优格 优格存在于就是一个牛奶的当下 没有的话 以后绝对不会牛奶变成为优格 所以他的看法就是这个 种子拨下去 产生苗养的时候 苗养也是不明显的情况下 存在于就是一个种子的当下 如果种子的当下 没有不明显的苗养的话 以后就不会发芽的 过去的大臣 他们如何去推理推断 你这样的如此 这样的主张就是叫做自身呢 一开始挤牛奶的当下 乃至里面有优肉乳 或者优格 或者是一个奶酪等等 那他当时牛奶同时存在的话 那个当下存在的那个 是牛奶自己的本质吗 还有另外一个 除了牛奶体系 或者本质之外的另外一个 那他就找不着找不到了 找不到的时候 那就是除了牛奶 乃至自己的本质跟体系之外 没有其他的任何的能量 这样的时候 那就是自己的本质 后来变成优格的时候 奶酪的时候 也是牛奶的体系 那所以他依靠自己的体系 而产生这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自身 对不对 那承认自身者 有两个主张 两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 自己依靠自己的体系而生 又有这样的主张的话 这个叫做一个承认自身 第二个 任何的结果 会明显存在于 因的当下的时候 这样的主张承认的话 这个也是你承认了自身 那简单来讲 乃至的当下 奶酪 优格 不存在的 那产生了优格 奶酪的时候 牛奶就不存在的 因果本来就是这样的关系 因的当下 国还没有产生 国一旦产生的时候 因就灭了 没有了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前后的顺序 那如果他们所说的 结果都是存在因的当下的时候 那就怪了 比如说你自己存在于你一开始生着妈妈 怀胎的那一个妈妈 现在你存在于怀胎妈妈的那一刻 你现在的你存不存在 你想想看 那苏论派出所说的讲的话 那个时候我就不明显 还是存在于妈妈的那个怀胎当中 那所以现在的你存在于不明显 还是在胎里的时候 那你跟妈妈是同时存在吗 你看很多问题存在 你早就已经生了 其实苏论派很复杂的 他们也承认了一种种族 种就是种系的种 主宰的族 这是我翻译了 我按照藏文来翻译 讲苏论派的主战的时候 还是我们讲一下比较好的 那种族是什么呢 他们怎么解释种族 他说所有结果都是存在 因的当下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所有的结果都有共同的一个因素存在的 这个因素是什么呢 种族 天下的结果跟因都是由他来创造出来的 逻辑上来讲很多不合的地方 如果你学过的话 就是就知道了 如果你没有受过逻辑教育的话 你绝对是永远都是行不过来的 你觉得哇这个讲得很好 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教主 承认世界开创者 万物的造物者 有成许这样的种派多少 有很多很多 无数的 基督教他们成为在许世界开创者 三帝是我们的开创者 我们是三帝的子女 我们没有什么任何的权利 都是由三帝来安排的 那你看没有那个逻辑性 有点看得出不对的地方 还是不敢不承认 其实我们身为佛教徒 绝对不会不尊敬他的宗教 绝对不会故意侮辱他们 绝对不是 但是我们学习逻辑性哲学的时候 是的是非的非 一定要弄清楚 那你看我们是三帝的子女 他的问题在哪里呢 所有人类的共同的一个因素存在 是谁三帝 跟苏联派程序的种族是一样的 苏联派说 天下的所有的子女都是由种族来控制 那我们承认上帝的人的话 他们说我们是由三帝来操造出来的 那我们由三帝来操造出来的话 那我们不需要父母 为什么依靠父母 由三帝操造出来就好了 那由三帝操造出来的话 那三帝没有慈悲吗 操造出来的大部分都是不好 过得不好 那故意就是操造出来 领受痛苦让我们痛苦 他没有大致大悲吗 各种都有问题的存在 如果我们需要依靠父母 生者的话 没有理由说我用谁来操造出来 不需要操造 一样的苏联派这个种族 他们就是说 所有的因根源 共同的操控者就是种族 他们也就是怎么去修 怎么去解脱 他也提到了 当然是跟我们佛教讲的解脱 跟他们讲的解脱不一样 但是他们也承认解脱 他们也承认轮回 那谁来给我让我痛苦呢 他说你痛苦的来源都是种族 就是他 由他来操控 让你领受痛苦 如果你想要远离痛苦 不想领受痛苦的话 那你想尽办法了解认识他这个种族 一定要认识他 你不认识的话 他永远都背后就让你痛苦 你认识到他了解他的话 那就他就再也不会把你操控 你就变成远离他的操控的范围 所以你已经解脱了 这么奇妙的话 那我想尽办法一定要看到他 那有没有方式 有禅修 达到安置境界 有神通的话才可以看到的 那修禅的时候 他就怎么讲的 这个种族啊 他自己本身是不变性的 不会变化的 那又他就是操控 制造了天下所有的万物 一切的万物 都是由他来制造出来的 他有这样的能力存在的 他的本身是什么呢 本质就是一个色法 那如果我们得到了天眼通 就看到他 他虽然是色法 被人家发泄看到的时候 他就害羞 他害羞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就被人家看到自己是小偷 天下的所有的都是由他来操控的 让中生痛苦是由他来让痛苦 快乐也是由他来 就是建立其快乐 所有一切的都是他自己操控的 所以被人家发泄这个情绪的时候 他觉得不好意思 就害羞 谁看到冲刺之后 他不能操控他 他害怕 他已经认识我了 我不敢偷他的东西 再继续偷的话 他就肯定会知道 对不对 所以他就离开了 种族在虚空当中 虽然是色法 被人家发泄的时候 他就害羞 所以空中就完全消失掉 那个时候对你而言 轮回当中的操控者就没有了 已经原理了 就像烦恼一样的 原理烦恼 你已经原理种族的时候 你已经解脱了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 粗粗都有问题 真的是有了解逻辑性的人 才能够发掘到 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存在 所以自身绝对不会有的 这个也是 直接破除了数据派的看法 还是有破除了很多外道的看法 所以四尊也是 大博的经常都提到的 就是破除自身 他身 还有共生 还有就是无一而生 这些都是有道理的 如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